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今天禮拜三 台北股是從禮拜一禮拜二到今天禮拜三 連跌三天 那當然連跌三天之後大家會比較擔心 到底這盤會不會繼續再往下跌 那台北股是有沒有機會 像今天打到季線有沒有機會反彈 那各位這東西 待會我都會一的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我們就會從籌碼趨勢跟結構 我說這三個都不對 那待會我會跟大家分析 那到底台股後面應該怎麼走 好吧你仔細看今天的盤 整個指數開小高之後 一路的震盪走低 中場跌了61點 昨天台北股是跌150點 那前天跌80點 也就是說這兩三天的時間以內 台北股是跌的差不多300點 那今天台股打下來之後你會發現喔 真好遇到什麼 季線的關卡區嘛 對不對 那當然現在重點是季線到底有沒有支撐 如果季線跌破的話你會發現到喔 現在季線的位置差不多就是7月27號以來 這個區間的下緣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連季線都沒有支撐的話 哇糟糕了 這上面會有一個蠻長的一個 頭部的現象發生 好那到底我們該怎麼去做分析 各位我們仔細看喔 我記得在禮拜一的時候啊 9月21號 那時候我們有跟各位分析過了 整個台北股市它未來的趨勢 它應該要怎麼去走 那通常我們在講這個趨勢的時候 它不會忽展忽頂 它是一個很固定的一個均線 那我們由這個固定的均線來去預測 它未來的一個走勢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注意看喔 那一天的時間點都在這裡 你還記得嗎 我禮拜一我跟他講 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條月線 現在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這條季線 為什麼 因為你季線的成本呢 它是一路往上 所以呢 整個季線的走勢呢 它就是一路的往上扬 對不對 那你月線的走勢呢 因為月線的成本區在這個位置區 所以呢 你現在月線 現在月線啊 因為你成本不是說在一個什麼 一路往上 就是說它在一個區域裡面 所以我就說嘛 月線的成本大概有時候會漲 有時候會跌 但是大致上 它會維持一個比較偏 橫盤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那你注意看啊 像季線是不是一路往上 那現在月線是大概 大致上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不管你漲跌 就橫在這裡 好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未來的月線 它都是一路上扬的嘛 好 一路上扬的嘛 那你如果說你月線的成本 月線呢 它一路是在走一個比較橫盤的話 我禮拜一跟他講 我說 10月中旬啊 月線 它就會跌破季線 當你月線 去跌破季線的話 同樣後面會出現什麼 死亡交叉喔 當你出現死亡交叉 那就是一個空頭很明確的 一個走勢 所以呢 後面不要走出這樣的狀況啊 那當然你就說 老師我要怎麼樣化解說 到時候月線會去跌破季線 只有一個方式嘛 就指數一路漲啊 真的啊 你指數就一路往上攻嘛 到時候月線走翻揚嘛 那你季線又走翻揚 那這就是屬於什麼 又還是多頭的架構 可是呢 現在整個國際股市的結構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啊 排股有沒有這個條件 一路在創高 好 各位我們注意看 我們先從這一波啊 真正頭部明顯完成了 像歐洲股市 這是德國啦 德國股市呢 昨天反彈嘛 可是呢連這個K線的一半 都彈不上去 更不用說什麼 上面有月線有季線 對不對 所以呢德國股市到目前為止 你要注意啊 如果它反彈不上去 再破昨天的低點的話 那你想想看啊 國際股市一定會受影響 很合理啦 好 那你再仔細看 這是法國的巴黎指數嘛 法國股市昨天連台都彈不上去嘛 對不對 同樣的啊 它現在已經形成什麼 你看哦 六月肺以來的那個區間 頭部都出現 那如果說法國巴黎指數呢 它跌破 當初七月底八月初的這個位置區 那同志們你想想看 它是不是頭部成形 是不是頭部成形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如果它再跌的話 全球股市也一定受影響 好 那我們再來看美股 美股最近的走勢它在季線位置區啦 不過它本身的季線呢 就是一路往上嘛 那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台積電把指數往上拉的時候 我就有跟各位講 我們要不要做多 兩個條件嘛 看你美股上不上了月線對不對 好 那美股有沒有上月線 沒有上月線嘛 好 那重點來了 剛說過了 如果這個東西在跌 如果這個指數在跌 美國高科技股不可能獨強 沒錯啦 再來仔細看 亞洲股市裡面 你會發現到 先波月季線的在哪裡 在入股嘛 那也就是說 大陸股市如果說 前面這個低點 它是跌破的話 那也是頭部成形啊 所以呢會像什麼 恒生指數一樣嘛 你看就一路再走低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為什麼跟你說 結構不對 因為所有的 不管歐美股市 亞洲股市 沒有一個指數創新高 所以我們剛說過啦 你台北股市要怎麼去化解 這個均線的一個 一個到時候出現月線 破季線的狀況 就指數一路啦 可是當你全球股市沒有漲 你這個台股要怎麼拉 所以台股最好的走勢是怎樣 就是維持區間嘛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那我要怎麼去研判說 國際股市會不會在底 那關鍵點在哪裡 好 各位這就是跟什麼 籌碼有關 好 我們仔細看 籌碼面裡面 我們在這兩天 我一直提醒各位 有一個重點 在這裡 它叫美元 有沒有 好 各位我們注意看 聯準會 上個禮拜會議 他在暗示說 我2023年以前 我不會升息啦 現在我們大致上 就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偏零利率的 附近的位置區啦 照理說 這個答案一出來之後 市場對美元而言 應該是走弱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美元近期的走勢裡面 它已經開始突破橫盤區間 那這代表說底部完成嘛 甚至於美元的走勢 也站上季線嘛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它底部完成 它開始要談啊 可是重點是在哪裡 你美元不可以太強啊 為什麼 你看今年的3月份就知道了 今年的3月份 美元強勢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那時候是肺炎剛發生嘛 市場的資金全部跑到 美元去當資金避風港 所以造成股市失金嘛 大跌對不對 所以我說嘛 以籌碼面的角度來看 美元不可太強 如果美元太強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 那一定是全球股市大跌的時刻 所以呢 籌碼也不對啊 美元走強啊 好那再來 我們來看台股的籌碼 上個禮拜 台積電漲上來 當然很多人會跟你說 啊這個要過前高了 要上看1萬5上看2萬 可是我那時候提出兩個條件啊 一個 高科技股有沒有過月限 結果沒有嘛 好那第二個重點在哪裡 台股籌碼面的問題啊 你外資其貨的倉位啊 如果他真的要做多的話 如果他真的要做多的話 以往的歷史都要接近4萬口 最好佔上4萬口 那我說我不強求啦 上個禮拜結完艙之後 我說你只要佔上3萬4我就做多了啦 最起碼你讓我看到 你要往4萬的水準去衝嘛對不對 結果你注意看 外資上個禮拜結完艙之後 最多32500多口 到昨天只剩下1萬2 他短短幾天剪了2千多口 那我問你啊 台股為什麼跌 你看為什麼 台北股市這連續3天跌下來 因為外資的倉位早就跑啦 有沒有早就跑了嘛 所以呢 籌碼面對台股而言 這也不對啊 好 國際股市結構不對 那美元漲起來了 外資的倉位也不太對 那現在就是這個趨勢面 他會不會照我們所說的 月線破季線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先講一個重點 因為台股今天打到季線 又正好打到這個區間的下緣 我今天到盤中就說 我認為應該要稍微有點反彈 那因為你外資啊 在今天台股跌下來之後 連跌3天了嘛 你外資的倉位 今天有增加3千多口 也就是說 把這3千多口加進去啦 大概也只有多少 1萬5 2萬都不到 好那這代表著說 稍微反彈是看得見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就算你稍微反彈 可是你台股還是在量縮 你量縮的盤局裡面 你也談不到哪裡去 更何況你國際股市也沒有上去啊 所以台股到時候 還是會在月線附近走震盪 就像我畫的圖一樣 所以到時候的月線 還是去走平 那至於說台股 我說10月中旬左右的時候 月線會破季線 對不對 時間點在這嘛 那你這邊稍微反彈 稍微這邊走震盪是合理的 可是現在重點在哪裡 它會不會提早發生 月線破季線 會不會提早發生 要看什麼 你就看美元強不強 幾個重點 如果美元它過於強勢再大漲 甚至於來到95的話 我跟你講國際股市一定大低 第二個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在破前低的話 一定國際股市會受影響 要不然呢 就是法國巴黎指數 破前面那個低點 國際股市也一定受影響 所以呢 這幾個重點 只要有一個往下跌 我跟你講 台北股市原本預計10月中左右 月線會破季線 你要提防它提早發生 提早這個地方跌破季線 造成月線提早去破季線 到時候這次再一破的話 我跟各位說 這個區間盤就一定破 當這個區間盤一破的時候 就是大幅修正 就是融資要開始多殺多的時刻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 今天我們把整個籌碼 趨勢跟結構 我們來去做分析 那如果說台股這兩天 稍微有反彈的話 我建議你 持股趕快賣 真的不要到最後 真的出現那種急差的時候 很多股票你會賣不出去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我們從目前 台股本身的架構來看 很多股票不對 甚至於有些個股如果是急跌的話 我覺得那還好 最起碼你有感覺說趕快賣 但是有些個股是慢慢跌 那個慢慢跌就像什麼 溫水煮青蛙一樣 你會發現到奇怪怎麼搞的 慢慢跌慢慢跌結果創低一點 如果台股再破季線的時候 有些個股你真的賣不出去 好不好 關於整個台股本身的結構 跟個股的架構 我待會兒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待會兒我們來講個股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我的老師 苦加奇168雙贏計劃 苦加奇168雙贏計劃 輸的輸線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礼拜三指数连跌三天 今天跌下来正好是碰到季线的位置区 这个季线位置区也是这个区间以来的下源区 我们刚好跟各位分析 我说外资到昨天的起货仓位是1万2 然后今天跌下来之后连跌三天之后 它增加三千多口 那代表说也只有1万5左右了 代表说台北股市来到季线的时候 照理说这地方会稍微有点反弹 会有点反弹 但问题是这个反弹呢 那我们从筹码趋势跟结构来看 现在全部都不对 所以我刚好提醒各位 有反弹你赶快卖 真的你不要越买越多 为什么我们来仔细看 我说台股现在有些个股结构面是不对的 什么叫做不对我们仔细看 比方说 今天有些个股当它一打下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跌很快 今天这样一跌就跌破了季线 出现了什么 出量起跌 类似像这样的个股 这几天不是只有一档 你看一下 你看上瘾 这几天一跌下来之后 你6月份买进的 全部都是套牢 今天谈一下又怎么样 跌得很快嘛 对不对再仔细看 2448的经电 这两天跌下来昨天稍微反弹 今天又跌下来 你看台表科 到今天一跌下来创低点 你看那个智邦 今天是爆量跌嘛 这爆量一跌下来呢 几乎也是创近期以来的低点 你看那个新日新也是一样嘛 都在创低点 像很多个股都这样 都出现什么 怎么搞的指数没有动啊 就在那边横在这里啊 可是个股创低点 但是当这些个股在跌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跌得比较快 你会有感觉了 但是有些个股跌下来 你没有感觉 因为它是慢慢跌 我刚刚有说过 这个慢慢跌叫做什么 温水煮青蛙 好我们举例来讲 你注意看 这大致上是发生在 生计的部分 我比较担心在这一点 你注意看 你看这一档 4162的智勤 之前去追高的已经套住了 跌下来好不容易有反弹 一追又套 看起来好像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又追又套 到现在为止你看 这一路以来 一直套 到现在为止 今天再创低点 像这样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档 你看那个药滑药 也是一样 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 跌到今天为止 再创低点 你看那个南光也是一样 有没有 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 再创低点 你看那个白岩 有没有 是不是也是一样 慢慢跌慢慢跌 结果再创低点 投资票你想想看 我刚怎么说 我说台股如果说这里有反弹的话 它空间不会太大 因为它量缩 国际股市也没涨 但是它的月线 目前是横在这里 未来的季线是上扬 如果台股正式跌破季线的时候 头部出现了 那你有些个股这个地方慢慢跌慢慢跌 你没有知觉 但是当台股又破季线的时候 它的跌势就会加速 到时候会造成什么 你要跑你都跑不掉 昨天我们从整个风电 我们举例来讲 比方说风电的个股 你看嘛 有些个股 你去追的 就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一路跌 有没有 你去追的到现在为止 有一个跑不到便宜 所以整个市场轮动速度快 那整个市场 所有的老师都说他赚钱的 可是就是你赔钱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是见鬼了 怎么搞的 头股老师每天都赚钱 结果就是你赔钱 今天涨什么 你都要什么 涨什么你都去买 就造成你越买越多 所以台北股市到这个时间点 它的区间盘局 那个头部越来越成型 那你现在预防它破季线 那这季线一跌不下来的话 我讲那个问题就出来了 什么问题就出来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今天在等录节目的时候 我这样滑手机 我看到这次金周刊有一篇文章 我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对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操作股票应该也有这样的心态 你看 这金周刊这期要发表的文章 炒股赚到壳买两间房 劳动股龄30年 经历6次断头 输到一无所有心寒 心寒说什么 一生财富奉献给什么 券商跟政府 有没有 好那各位 为什么股票做了30年 结果变成一无所有 那一定做法的问题 那做法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 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 别人失败的经验 当成自己的经验 你不要看别人失败的经验 你还跑去学 能够不失败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做了30年 结果变成做股票做到一无所有 你看 他断头以后 有人问他说 你会不会说不要再碰股票了 他说没有 过了几年我存了一笔钱 我要再卷土重来 我一样买股票 可是他怎么买 第一个贷款买股票 这就不对了 你能力有限 你就不要这么去借钱买股票 好了就算你不借钱买股票 可是你融资买股票也是一样 对不对 赚钱不走 结果想要赚更多 很合理 股票赚钱了 一定还有高点 一定还有高点 就一直抱 就抱上抱下眼睛 每次看到赚到的钱 结果都没有了 好 再来 赔钱想赢回来 正确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赔了都想要赢回来 可是会不会越赔越多 这就是重点了 再来呢 不愿意停损 结果到最后融资断头出场 当你融资断头出场 那个是double赔 对不对 当赔钱之后呢 就开始怪政府 怪别人 他说他的一生 就奉献给券商了 手续费嘛 跟政府嘛 证交税嘛 所以经历六次断头 那习惯不敢 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他说彻底输了啦 输得一无所有 你想想看 为什么从7月底之后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个盘呢 你尽量把你手上的个股 先卖一下 朋友你看 7月中我跟各位讲 喷出的特色 7月中的时候台股在这里 我说台股还有高顶 但是我当初跟你讲 喷出的特色的目的 我是要抓高顶 结果是不是7月28号 报大量 一波到底 对不对 所以7月底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 这个地方他开始会去走区间盘 他是在做又多 我那时候每天算什么 三大法人 算融资的筹码给大家听 对吧 那到现在为止呢 是不是区间 区间嘛 这个区间盘 结果后来 8月份我又跟大家讲 这下开始盘头了 这个盘头遇到什么 第一条月线 月线什么时候碰到 8月18 我跟你说 这个又多筹部要进尾身 因为他已经快破月线 结果呢 8月18号讲完之后呢 他截下来 跌下来破紧线之后呢 头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嘛 对不对 结果他反弹 我跟各位讲 要提防买力耗尽 结果呢 为什么要买力耗尽 因为9月3号我跟你说 美股近日见高点 你看啊 9月3号是美国股市的9月2号嘛 是不是见高点 9月3号大跌 对不对 当美股一跌下来的时候 有跟他讲 我说美股跟台股 都出现了什么 完美的多头陷阱 为什么 美股为什么跌 因为大股东在卖 企业的高层人是在卖股票 可是呢 散户蜂勇去买什么 买个股的选择权 买到最后呢 股票的成交量都没有选择权的量大 我说这不对啊 这叫做多头陷阱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啊 美股连月线都上不去啊 有没有 美股连月线上不去嘛 好 开始去看 上个礼拜 台积电拉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跟你说要上1万5 很多人跟你说要上2万 拼命喊啊 用喊了就对了 可是那时候我跟他讲 做多条件在哪里 美股没有上月线嘛 你外资期货仓位呢 也没有占上3万4 这怎么可以做多 结果呢 台股是不是跌下来 所以我9月21号我就跟你说 未来的趋势面 它会怎么走 我没有说错嘛 所以我还是提醒你啊 能卖你赶快先卖啦 真的啦 你说老师我一定要买股票 我一定要买股票 不买不行的话 我接你啦 这几天台股如果有反弹 它反弹起来的时候呢 它也是维持趋劫嘛 但是我们要提防什么 美元太强 或欧洲股市破前低嘛 到时候就会让台北股市呢 它不用等到中旬就破季线 所以呢当这几天 如果说台股有反弹起来的时候 我接你啊 你一定要买的 你去买什么 跟指数相反的ETF 不管是元大国泰富邦ETF 这些反一的ETF啦 跟指数相反的ETF 你看外资持股的比例 你就会发现到 外资为什么持股比例那么高啊 80% 65% 33% 那你再回想来看 外资为什么起握的多单 现在破2万口 你就会知道啦 它布局的方向 是跟指数相反的ETF 所以呢到时候呢 指数有反弹 你就稍微去布局一些 这些跟指数相反的ETF 来帮你去做避嫌 好不好 如果说还不了解的啦 我是建议各位了 不如跟着一起来 该怎么做 个股该怎么处理 或起握的部位呢 该怎么逢高空 我们都会详细的 带你去操作 好不好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